平安理路 不如吃遍无数 今天咱们在李昌的宝地这边 咱们小伙伴给咱提论了线索 有一个好吃的小店 现在就来四场大观了 熟了 香酥肘子 哎呀我就对肘子感兴趣 一端上了咱就知道这不是一般东西 这个肘子要先吃它的猪皮 它这个皮不像肉质上那么脆 有韧劲 如果说能占一个那种炼乳的话 这东西肯定能好吃 在咱们国家 你这个烧烤师傅怎么样 就是说你能不能烤乳猪 这说明你这个烧烤师傅的水平很高 他越来看着这个皮 别火大了 别那个了 很麻烦那个看火候的 但是好像是我看一些视频 说在德国烤这种脆皮煮的 是他们烧烤师傅的一个极致体现 你知道吧 这什么菜 碳烤粒粒香 碳烤粒粒香 这个东西是个甜糖 然后里面是烤肉 它里面这个肉是炸了 炸了一下 然后再烤了一下 跟这个卷一块烤了也是 好吧 看这两个菜真的是一个菜 看一下了 然后用这个猪皮蘸一下这个炼乳 这个炼乳蘸肉吧真是挺好吃的 黄芥木其实也可以 这个鼻毛它都不太不用 无敌的存在 抹茶虾球 我个子 有点金庸书里面写的那种 北国飘雪那种感觉似的 除了这些香菜花是绿色的 但是上面飘了一层 不知道什么事 虾球吧 炸好了 炸好了之后 用那个炼乳裹一下 味道有点微微 有点发那种酸甜 你看甜酸苦辣咸 拍在最前面的就是甜酸 所以大家伙最愿意吃的就是甜酸 他就具备了甜酸 女士都挺喜欢这个菜 有酒有肉 有家有爱有偶牌 这个店在文昌路以前 这个老店 文昌路 我喜欢海鲁鱼头 哦 石锅蝶鱼头 哦 你别说哈 我就是见了那叫沙锅的 你这个是手 上米饭吧 这个菜必须上米饭 蝶鱼吧 是海里面的爬竹链 你知道吧 肉质肥美 连皮都是胶原蛋白 这个蜜汁 这个汤 它这有点甜口 石锅做这道菜就是为了让它长时间的保留这个菜的余温 这个菜是在一个热的情况下吃了话吧 感觉会更好 但是这个菜吧 我觉得它真是应该首先它是一个下饭菜 挖上了这么一勺 然后拌在米饭里面 哎呀他家这个米饭碗太精致了 就这个就这个点鱼米饭这个能量满满了 好久没给他们打分了 五分满分的话 我给打个九分 这要链了 就这一锅点鱼头 两斤半 普通两个人肯定吃不了 但是我跟我老婆这样的肯定没问题了 158两斤半 吃锅点鱼头 但是你搁了你一提 你是文搁了火箭门子 这边就给你按照98块钱算了